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几个来进行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个功能点的一个讲解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优化 那么这几个包含哪些内容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上几个没完成的这样一个Task的一个修改这样一个功能 第二个是后台注销 第三个是自动登录 因为当因为我们这个是单页用程序 当我们自动刷新页面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先去先执行一下自动登录 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状态是无法进行有效的进行保存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需要实现这三个功能 好,接下来我们就用代码的方式来一步一步演示一下这三个 好,首先我们来看Task修改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先要启动我们的这样一个前后端的一个站点 当然我们先启动后端 再来启动前端 好,跑起来之后我们就来执行我们的登录了 好,登记来了,退出系统 当然在退出系统的话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去退出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在后面的步骤来看 好,记住我 看一下当我们点了记住我之后 我们退回去这里 并没有被记住 那这里是一个优化点 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可以待会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我们的这个编辑 首先我们添加是没问题的 然后删除也是没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点这个编辑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点编辑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项给它拿出来 或者说谈一个对话框出来的方式进行一个编辑 这我们做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当编辑的时候就把这个对象 修改为我们的这样一个编辑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做法的话就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点编辑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呢是在这里 当然这个是真正的是去提交编辑的这样一个星球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点编辑的时候 我们只我们只需要把它的什么呢 是否编辑等于什么呢 等于错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它编辑为错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可以进行处理了 看一下这边 当我们编辑这个为错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什么呢 TaskLame 这个地方就有一定的一个变化了 那这个地方为了好区分的话 我们最好是用Span 把这样一个对象给包起来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隐藏和显示 首先 如果我们TaskIsEditing 是编辑 那么就不能显示 否则才显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编辑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NGHide 如果是编辑的话 如果是编辑的话 我们就 否则的话我们就 陷害的啊 是编辑的时候就隐藏它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text的话就需要做处理了 FormControl 然后这边呢 当它是编辑模式的时候就要显示出来 好这个时候是什么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 编辑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文本 这样一个框 当变成这样一个框的时候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些处理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这两个给禁用掉 然后按钮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变成保存和取消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操作 好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这里呢我们用小号一点的Input SM 然后呢 注意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什么呢 ngmod 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我们要绑定在哪个 哪个元素上去呢 Task的 edit 或者叫temp task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编辑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使用它来做双相邦领 来避免我们的这个的一个覆盖 好 那我们的按钮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一个操作来实现呢 很明显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编辑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编辑和删除这两个按钮 进行一个隐藏 这里呢就应该是Task task is edit 好 编辑的时候就隐藏 否则 就应该什么呢 显示 这个呢其实是一样的 好 这边的两个事件我们就要相应的做一些处理了 这个编辑的话 当我们点击编辑之后 当我们点击编辑之后 这里就应该填保存和取消 好 这里就是什么呢 cancel edit 取消编辑 好 这里很明显我们只需要这个Task就好了 然后这边保存的话就是C5Task 好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Cancel edit这个给实现一下 当我们取消编辑的时候 很明显我们的这个直接还原就好了 当然这个单词cancel一定要发现有这种单词写错 那么一定要及时 就正 好 我们很明显只需要把我们的 ease editing 设置为force就好了 其他数据我们都可以一盖不盖 当我们在save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处理了 save task 看一下 这里 还没有 save task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 这边才是应该真正的去请求我们的后端的 所以呢应该把它放在这儿来 然后这边 当我们edit的时候 就只需要做这两个事就好了 好 当然这里我们还可以先谈一个 乘出来先提示一下 看现在的一个效果 好 编辑 点编辑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AA 然后我们点取消 那么又回来了 比如说我们 改成一堆 然后点取消 它还是会回来 所以 然后再点编辑 它又回到我们AA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这个逻辑呢 是正常的 那我们点保存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再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逻辑 点保存的时候 那么我们首先 我们先不要去写这边的一个数据 先把这边保存好了 如果保存好了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应该把它的这样一个 TaskClaim 复制给谁呢 用我们的TempTaskClaim来覆盖 这样子的话 就达到更新的一个目的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编辑 保存 好 看一下 这边没有真正的进行一个刷新 再刷一次 好 这一看 这边我们的请求是发送成功的 的 但是你就一定要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这个Task 这个TaskClaim是没有变的 所以到我们提交的时候 那么提交保存的这个数据也是不对的 所以这呢就一定要需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当我们在保存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TaskClaim 然后呢 要怎么做呢 要用Temp覆盖一下 然后呢再提交 提交成功之后 那么这个就不用改了 我们就直接算是保存成功 如果失败的话 好 这就有问题了 好 失败应该怎么做呢 失败 我们需要把这边的这个情况给 什么呢 给切回来 如果失败 如果失败 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原有的这个TaskClaim 要还原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新建一个变量来什么呢 先保存一次 如果失败了 好 进行一个还原 然后呢 再来再来执行我们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代码 看一下这儿有什么问题 这里呢 是因为我们成功之后 没有做任何处理 导致的它的一个语法问题 好 看一下 保存 看我们保存成功了的 然后这边 也是没有发新的原因 好 再编辑回来 这边慢慢拍 好 这下才会生效 好看一下 这边应该是我们这边一个状态 没有进行一个更改 然后保存成功之后 我们需要把什么呢 是editing 等于什么呢 等于false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我们 没有进行一个 好 再来看一下完整的一个体验 删掉 保存 注意了 这个地方 它用到了我们中间的这一次的一个结果 好 重新再刷一次 这个有一点过于敏感 保存 编辑 取消 编辑 删成a 取消 再编辑 保存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一个操作 就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边 这边可用什么办法 可以去 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 我们把这个元素给吃掉 那是不是就 更好了 好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这个td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td 那如果想吃掉 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呢 ngif就可以去掉元素 如果我们这个task呢 是在 editing 不是editing这个状态 那么就在 否则的话就取消 好 我们看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效果 点编辑 没了 又回来了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就很好了 还有当我们点删除之后 这两个按钮还在吗 肯定不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还需要一个考量 这样 当我们这边已经被删 已经是这个删除了这个状态 那我们在这边的这个编辑和删除 就应该失效 好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还有一个处理 看一下这个叫checked 这个之后 当然这个checked其实就等价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删除 当我们删删删除的时候 那么这个也就直接说 再见 再见 好当我们删除的时候 好这两个按钮也不见了 至于当它有的时候才会出来 好那这整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 好那么第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就已经达成了 我们再来看后面第二个后台注销 后台注销应该怎么来做呢 实际上后台注销的话也就是在我们的后端 实现一个API 看一下 首先是注销 那我们很明显可以考虑到是我们从哪个地方来注销呢 是从我们的这个 user这个端口来注销 user logout 好登出那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注销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执行 logout 既然这边有了那我们对比到我们的这个 business里面去也就需要有这样一个 logout 当然我们也就需要实现我们的这个logout 这里面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很明显我们这边已经知道是哪个 已经知道是哪个user 所以我们在logout的时候就需要直接先验证这个用户 验证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后面拿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用户印析 拿到之后我们就能怎么做了呢 看一下这边其实已经 拿到了 这是注册 不是这看这 这里叫setuserinfo 我看这里没有配错 这里写错了 这里其实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这个 comma business 看一下 然后呢 comma business 他在做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要先setuserinfo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边task就看得到 set之后再验证 如果这个是错的那么肯定就没权限了 也就不存在注销这样一个说法了 好 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什么呢 刷 其实这里我们有一个更简单的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其实当我们setuserinfo之后 我们很明显 这个userinfo就已经有了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会直接跳到我们这个401去 那其实在登出的时候我们不用管它 如果是401那我们很明显可以直接登出的 当然这里我们为了使用同样一套规则的话 我们还是使用这一套 然后登出登出的时候我们就能使用这个userinfo这样一个对象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首先我们能够访问到的是我们的userinfo这个对象 我们看里面有哪些数据 这个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边来进行一个测试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使用我们的这个loganapi 来先登录一次 先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 收集好这一段代码 然后呢 提交给后段xtoken 然后我们使用post 然后这里我们变成了logout 所以这个时候 好看一下这边没有 没有 post userlogout 我们看一下这个后段有这样一个api 没有 post userlogout 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来清理一下 当然我们为了 好我们给它来一个测试 就给它输出一点东西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访问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端口是不是对的 7410 没问题 好再来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边的一个代码 到底是哪个地方会导致它 这边的是访问不到 router post 看一下实际上是我们这边少了一个斜杠 ok 再来 这些现在访问应该是提示未收权 对的 先log一次 复制我们这个token编码 然后呢 再logout 带上它 当然这下面数据是无效的 好 输出了500 那么就表示我们这边正常 我们再来看这边 这边的话我们的user info也就是我们这个 user name user password id都拿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需要 需要注销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然后呢 我们肯定是拿到这个id 然后呢把这个token设置为过期或者说 把我们这个 过期时间 然后设置为log 好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能够达到一个注销的目的 那我们这儿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这儿就其实就两个方法都使用上去 看这边有没有db 好有的 那么这儿的话我们就db users 点什么呢 update 首先我们要update 很明显 我们要拿到这个user info的id 好 先拿到这个id 拿到之后我们就来做这个更新 再更新我们的话我们是要set对象 set什么呢 poken 设置为空 或另外呢我们这个过期时间 我们可以设置为 date.now 好 这样子的话就没问题的 好 设置好之后我们来回调函数 replace 好 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有错很明显直接返回 如果失败了那很明显就是什么呢 注销失败了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否则我们就给它返回一个 注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loganout就实现了 所以呢我们再点这个 当我们再点这个推出系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发起一个loganout这样一个请求 所以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看一下这边 好 excite 那这个时候的话首先我们需要用htp 点post一个 什么请求呢 这个 这个 所以呢是我们的apci user loganout 成功之后我们直接跳转到首页 在之前我们可以提示一下 注销成功 如果出错了 那么明显还是实行我们的这样一个 原本的一个错误处理 ok 当然把我们这个console处理掉 好的 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 登录进去之后 我们来做这个登出 看一下提示我们这个not found 设计的 有二写错了 这个还没有生效 这个我们就待会再来测它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注销 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登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是保存 在登录的时候如果登录成功之后 如果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scope.userentity.rememberme 如果要记住我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简单点写就行了 我们已经来不及再封装这样一个服务了 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封装一个服务的 这里我们不用封 来不及的话我们就直接写什么呢 local storage 我们假设它已经一定存在 然后点setItem 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直接用userName scope.userentity.userName 就把我们这个userName给存起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就需要执行 多加一个什么方法呢 叫init这样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最后我们还需要去手动执行一次 这个init的话其实就是判断我们的这个 首先我们的userName它是等于什么 我们等于我们的localStorage 点getItem 如果userName有这个值 那我们很明显 scope.userEntity.rememberMe 等于tool 然后同样的 当然 既然这样有这样一个做法 那这个地方也就需要注意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localStorage removeItem 就需要把它移掉 如果不移掉的话 那么这边很明显是没有办法 再做这个事来做清楚的 好记住我 那如果不记住我 登录成功 然后我们刷出去 那就没有了 那如果我们点的记住我 那我们刷出去的时候 看一下记住我还在 那这就是我们的记住我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实现 好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哪一个任务呢 看一下我们自动登录 后台注销这个也后台也实现 那我们就还剩自动登录 这自动登录应该怎么去做呢 那如果要执行自动登录很明显 我们需要在哪个地方来跑代码呢 首先我们肯定要从我们的入口点开始进去 看一下我们的入口点在这里 当我们访问这个首页的时候 我们会自动挑战到我们的这个 logan页面去 如果发现我们这边已经登录成 已经能够登录 那很明显我们就不用去挑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得看一下 我们登录 我们登录之后需要保存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在我们登录这边已经写到了 如果登录成功我们会把这个Token 存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LocalStorage.setItem 这个时候我们去把XToken给它存起来 当这个XToken没有过期的时候 当这个XToken没有过期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XToken提交到我们的后台去 跑去教验到底是不是这个状态还在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post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请求TMS ApiAddress 然后它下面的ApiUser 这里需要注意了 这里需要注意了 我们需要新建一个ApiUser ApiUser 来实现 这个里面我们要传的对象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Token 这个Token来自于哪呢 LocalStorage LocalStorage 点 所以这边我们还需要做判断 什么判断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Token给取出来 好 给点Item 如果我们的Token存在 好 那我们再跑这一段代码 如果Token不存在 那我们这个自动登录也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存在 成功之后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否则我们做什么事情 好 失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很明显我们失败之后 也就跳转到我们的这个Logan页面去 另外如果没有这个Token 那么很明显 也是跳到我们的这个Logan页面去 那么这两步就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成功之后 应该怎么做呢 成功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这边这个Logan的这个页面 这个做法拿过来 成功之后的话 其实也就是 执行这两段代码 这三句 所以那这边成功之后的话 我们也是执行这三句代码 你看这里有重复代码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提取成一个公共的一个服务 到时候只需要去调一下 那么就 很明显的能够完成了 那这个AutoLogan就需要我们后端去实现了 前端的一个逻辑就已经基本实现完成 那我们看后端 很明显也是user这一部分 所以让我们 rota.host rota.user.log user.log rota.log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 rota.log 那这边也很明显了 这边需要导出一个rota.log rota.log 当然这个logan和rota.log 其实比较像 所以呢我们就 放在这里来 看一下 rota.logan 其实我们要传的就是我们这个token的这个参数 这个token呢 也就在我们的body的这个token里面已经拿到了 拿到之后 然后我们就需要通过db.users.find 好 这个地方需通过哪个哪个 是去跑呢 token 这个token呢 也就是等于我们这个token 然后过期时间 它呢 要怎么做呢 gt大于我们的那个值呢 大于我们这个当前时间 如果找得到这样一个user 好 当然还是我们的return 这个user 这儿都没有 那很明显 就是我们的失败 否则 接送一个token回去 好 那么这个ortlogan也就这样一个逻辑 那这边我们就要判断了 必须返回这个token 那我们才能是认为是对的 否则都会都会认为是错的 当然这个错误信息 我们就不会再暴露出去了 那这个地方就要判断 如果 点data 我们要明显 明确是等于token 那么才能执行这三段 否则 继续执行这一段 当然 这个就要放在我们的als里面去跑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逻辑对不对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在刷新系统的时候 ortlogan没有找到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后端 ortlogan 这边是多余的代码 清楚点 再看我们的这个ortlogan 先获取到token这样一个字 如果token没有 那我们可以更直接的推出去 看一下ortlogan 然后再检查我们的这边 user 注意看也是这根斜线 跑起来 好的 当我们刷新的时候 看一下 直接就进来了 当我们退出系统之后 然后再刷 就刷不出来了 好 那 看一下我们这个logan为什么有出错了 好 服务挂掉了 就是我们看这边是不是哪有问题 看一下这一行有问题 看一下这一行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看一下我们的logout 在地区 我们等一下 要不要再给你称富了 mo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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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我们这里有个return500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测试信息 给带上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检查一下 看一下 都已经return5 returnsend了 然后我们再来再做这个 这肯定会出错 当然这个是错误 重新跑一次 好 我们来完整的再来测一次 登录进去 然后刷新 是每次都直接登录进去的 好 这边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再点 退出系统的时候 当然这里一个编码问题 我们再刷 也就autologan是失败的 那很正常 再登录又进来了 当我们进来的时候 有一个 看发现一个问题了 当我们登录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拿得到数据的 其实这里面我们用的是哪个呢 看一下我们这个 Xtoken是LVG 当我们刷新的时候 token不见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request header request header里面没有 没有 我们的这样一个 token 这个时候就需要检查一下代码了 很明显 这个是我们前端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执行 的时候 comma xtoken 那如果我们添加数据的时候 又是什么情况呢 当我们添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就是说我们get的时候没有 那就得检查一下 当我们在拿数据的时候 适用的哪一种方式 找到我们的这个index这边 init get 这里我们来输出一个步骤号 这边是一个2 然后这边的话登录成功之后才会跳转到首页去 所以这边的话 是这里 因为我们一进来它就是首页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reload 我们要重新加载的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导致它没有做切换导致我们的数据无效 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 会失败一次然后再进来看一下好现在就没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唯一还有就是那个中文的一个显示问题 中文的显示是在我们推出系统这儿出现的好 所以我们的这里就 look out 好 到此的话我们这几个任务都全部完成还额而完成了一个保存用户的这样一个 功能 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客户任务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随心所欲了按照自己想要的做法来把这个系统让它更加的一个完善 好时间关系的话这几个其实已经超时了 那我们就下几个再说下几个呢 下几个和下几个主要讲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布 是在两个平台下的一个发布 好那我们下几个再见